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始终没能等到她的一个电话 直到我与她提了离婚 她说 念念我错了 这婚不离行不行 可是我不叫念念 念念是她的心上人 我流产这天 给林佑黎打了无数个电话 均是无人接听 直到第二天 我才拨通了第一个电话 还不等我的话说出口 电话那头便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她说 林佑里 好疼 随即传来的 便是她低声安抚的声音 声音很轻 我这头只是恰好能听见 不过几秒 就见她顺势将电话掐断 这一瞬间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攥住 窒息地喘不上来 这一天一夜所发生的事情 着实是精彩极了 我本和林佑里约好 一起去我爸家里的 结果没打通她的电话 直到我让人查了她的位置所在 我找到她的时候 她正在产房外 额头上冒了一层层细汗 像是等待新生儿的父亲 可产房里的那位 并非她的妻子 我缓缓走上前 站在她面前 还不等我讲出第一个字 她就率先说道 念念 我不能陪你回家了 这里全都是孕妇 我不好与她产生冲突 默默退出医院 只能一个人去了我爸家里 我爸不知名的情人 已经登堂入室 见我进门 就是一阵冷嘲热讽 而我只是瞥了她一眼 没理 自顾自上了二楼 跟我爸说了来意 她却对我说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哪里有回娘家 要钱的道理 可我结婚之前 她不是这么说的 她说 只要一周之内结婚 就给我一半的股份 看着她 我滴滴笑出声 一句一句跟她说 这些都是我妈留给我的 不知道是哪句将她激怒了 拾起桌面上的茶壶 砸向我 我下意识往后一退 结果被她情人的儿子绊倒 写 顺着我的下身留下来 家里乱作一团 我拨了林诱里的电话 又是无人接听 随即我又拨了120 大夫将我抬走的时候 我已经没了意识 醒来就是护士 在给我换掉瓶 我抓住她的衣角 低声问道 孩子还在吗 却见她垂眸 摇了摇头 一瞬间掉在我心上的巨石 狠狠坠下 将我砸得生疼 让我分崩离析 这一刻 我想到的是林诱里 这一刻 她在陪别的女人生孩子 而我的孩子没了 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丝丝的痛意 让我更加清醒地知道 林诱里 她不爱我 我在医院里 整整待了一周 除了那天 拨通的电话外 林诱里 没再给我回一个电话 也没发一条消息 而我所谓的家人 也不曾来看过我一眼 我一个人 办理好出院手续 又在家里 待了整整五天 林诱里终于回来了 她推开卧室的门 洗去一身疲惫 掀开被子 躺在我的身侧 将我拥入怀中 像是曾经无数次那般 她的吻 密密麻麻地落在我的脸上 恶心感传来 我伸手将她推开 跑到卫生间 扶在马桶上 不停地干呕 整个屋子寂静地 没有一丝声音 林诱里不知何时 去外面倒了一杯水 可我一想到 这是为别的女人服务过的手 就让我觉得恶心 我没接她手里的水 绕过她 将床上的被子叠好 就要出卧室 却被她伸手拉住 她问我 念念 你在闹什么 我没闹 我低声回应 抱着被子出去的时候 我说 林诱里 我们离婚吧 回头时 我看到她的目光里 有一丝不耐 她走到我面前 对上我的毛子 问我 为什么 我们的日子不好吗 听着她的话 我抬起头 反问道 你知道 我们结婚几年了吗 你知道 我和你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吗 或许你知道 我才是你的妻子吗 我的质问声 一句比一句大 眼泪也抑制不住地 从眼角滑落 我等着林诱里的回答 可她却不耐烦地 醋了醋眉 想抱过我的被子 见我往后一退 她才出声道 别闹了 这都几点了 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行不行 你嫌我烦是吗 是我让你这么累吗 你知道 你在陪别人生孩子的时候 我在做什么吗 她静默地看着我 没有回答我的话 我垂下头 滴滴笑出声 嘲讽之意蔓延开来 可我的心 却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 根本喘不过气 我不再看她 自顾自出了卧室门 刚要进次卧的时候 就被她拥住了 她说 对不起念念 我们不离婚行不行 在黑暗里 我垂下头 轻声说道 可是林诱里 我不叫沈念念 我和她的白月光 最后一个字 分别是年和念 可她一直分不清 我叫年年 还是念念 一开始我只认为 是她喊的音调重了 所以不曾纠正过她 直到那天 我在电话那头 听见她说 念念不疼 温柔缠绵的音调 就像是每次动情时 在我耳边换我的声音 令我恶心至极 这个名字像是一把刀 在我心口不断凌持着我 疼得让我喘不上气 以前我不知道的时候 并不在意 音调高了或者低了 可现如今 我忽然在意了 林诱里放开我 她松开我 我打开次卧的房门 将她隔绝在门外 这些年像是一场梦 如今像是梦被扯醒了 心脏突突地跳 我已经哭不出来 也不想和她闹 原以为日子过了就好了 可今天终于意识到 日子过不下去了 她从来没有放下过 她的白月光 而我的耐心也渐渐耗尽 也是我才意识到 在这三年里 没有一刻 她将我放在心里过 更从未在乎过我 从未 我和林诱里的一切都很仓促 相识也是在一场联谊会上 她与我相识的第一面 就问我 你同事说你想结婚 我也缺一个能结婚的人 你看我行不行 听到她的问话 我下意识往后退了两步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人 林诱里不认识我 可我是认识她的 我们初中高中 都是在一所学校里读 她是榜单上的第一名 而我与她的距离 隔了千千万万的学子 她对我来讲 是遥不可及的存在 我抬头看向她 低声问道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看起来很乖啊 很乖我原以为 是什么夸奖人的话 婚后我才知道 是在说我听话好控制罢了 我俩认识的第七天 去民政局领了证 婚后的每一刻 我都想让她问我 我为什么这么快就要和她结婚 可她从不曾问过 甚至家都不怎么回 逢年过节 都是我一个人拎着东西 去看她妈 而她妈见了我 总是催运 我试着跟林诱里说过 她说 还不到时候再等等 原以为是她不喜欢孩子 怕孩子绊住她 让她操心 可如今我才知道 她在等什么 她在等陈念 在等她离婚 替她照料孩子 思及此 我越发觉得窒息 翻来覆去 如何都睡不着 第二天清晨 外面一阵响声 还以为是哪里炸了 出去的时候 就看见林诱里端着一盘 糊掉的鸡蛋 还有黑漆漆的石书 她簇着眉 低头看着桌面上的东西 不知道在想什么 可我心里越发悲戏 和林诱里结婚之后 我一边工作 一边照料家庭 每天早上七点 就要起来做饭 林诱里胃不好 不爱吃早餐 又很挑剔 早上要有石书 我为了学做菜 手上烫出一个又一个泡 可她从不曾看见 就这样 过了一年又一年 林诱里看着我 不知道想说什么 还不等她讲出口 我回了卧室 随手装了几件换洗衣服 拖出我的行李箱 见林诱里走进来 低头将我的箱子合上 我抬头看她 却见她弯唇一笑 年年吃饭了 见我不动 她牵着我的腕子 别闹了 我们不等她将话说完 我不耐烦地甩开她 林诱里 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 不喜欢吃什么吗 她不知道 这些年 我几乎将自己的喜好 全都摒弃 吃穿用度 按照她的喜好来走 21天就能养成一种习惯 而我 做这些 做了整整三年 在这三年间 我不曾借过林诱里的事 更不曾利用过她 可她依旧不明白 我为什么那么痛快地 与她结婚 我往后一退 与她拉开距离 目光里已经没有任何起伏 就这样直勾勾地看着她 我们静默了半晌 她才开口道 年年不闹了 行吗 好 我如此回应 看着她松了一口气 就在她坐下的那一瞬 我又重提之前的话题 我说 林诱里 日子过不下去了 所以结束吧 我离开家的时候 漫无目的地 不知道应该往哪边走 最终 随便找了一处附近的酒店落脚 我在这个城市里 生活了二十六年 却没有一处容身之所 也是好笑得很 一日一日地过 我租好了房子 给林诱里发消息 问她什么时间有空 去把离婚办了 可她没回我 索性 我就去家里找她 推开门的那一瞬 我看见陈念在客厅里 给孩子喂奶 客厅里的小衣服 也扔得到处都是 如果不是我自己打开的门 恐怕我会认为 是自己进错了家门 林诱里嘴上说着不离婚 可她还是将人接回家里了 陈念穿着我的睡衣 穿着我的拖鞋 就连茶几上的杯子 也是我常用的那个 这一刻 我恶心地讲不出话来 就如此正在原地 我看着她站起来 走到我面前 轻声跟我说道 你找佑李是不是 她出门了 你可能要等她半个小时 温声细语 一副笑言 恶毒的话 耿在嗓子里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像是一个女主人 招待着外面来客 可殊不知 这里曾经是我的家 我站在原地没动 听到电梯声 回头间 我看见林诱里 朝我走过来 她一手提着奶粉和尿不湿 另一只手里 还提着小衣服 而陈念自然而然地接过去 将东西放在沙发上 像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看到这一幕 我不自觉笑出声 嘲讽之意无限蔓延 我直勾勾地盯着林诱里 问道 林诱里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 把人带回家吗 我们还没离婚呢 年年 我们去卧室谈 这一刻 她怕陈念听见我讲不堪的话 怕脏了她的耳朵 她抓住我的腕子 将我拉入卧室 门关上的那刻 将孩子的哭声 与哄孩子的声音 一同隔绝在了门外 我就与她面对面站着 她的毛子里 没有任何情绪 或者说 她不愿意在我的面前 流露出一丝丝情绪 隔了好半晌 她才说到 念念就是没地方去 才来我们家里住几天 等她找好地方 我肯定 她的话还不曾讲完 我就书弟将其打断 我问她 林佑里 你就这一处房产吗 这一下 轮到她说不出话了 一秒 两秒 三秒 她没有解释 她也解释不了 我滴滴笑出声来 往后一退 与她拉开距离 在来找她之前 我还心存幻想 我想 只要以后 林佑里不和陈念联系 我就当一切都不曾发生 可是发生了 就是发生了 她爱她 就是她爱她 一切都改变不了 算了吧 林佑里 你承认吧 你就是还爱她 对不对 我直勾勾地盯着她 可她不敢指示我 她的每一秒沉默 都像是在我的心肩上 寸寸凌迟 将我的心撕碎 这一瞬间 我明白了 任何的话都没了意义 胸间的窒息 使得嗓音都变得嘶哑 林佑里 我们都快离婚了 你也不问问 为什么当初 我为什么和你结婚吗 她低下头 对上我的眸 轻声问我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你呀 我喜欢林佑里 高中时期 我走过她走过的 每一条路 看过她和别人 一起打篮球 甚至是听说 她要报北城大学 我才劈了命地学习 还好 压线过了 我在她的光芒之下 变得暗淡 也从没想过 她能回头看见我 我就想 一直在她的身后就好 她与我提起结婚的时候 我心里又起了息迹 我想 在一起 久了 怎么也会有一丝丝喜欢吧 可从不曾想到 不爱就是不爱 在一起多久都改变不了 她满心满眼都是陈念 即便是陈念 曾经和别人结过婚 即便是她怀里的孩子 是别人的 她都可以视如己出 我拉开衣柜 看见里面堆放满了小孩子的衣服 林又理对陈念的孩子那么好 而我那个没成型就没了的孩子 像是祭品 为他俩的爱情做了陪葬 我翻找着衣服 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滑 林又理就站在我的身后 不出声 也不动 我拉出那个大行李箱 将东西扔进去 又去收拾我的首饰和化妆品 可桌面上 没有我的护肤品 还不等我回头去问林又理 就听见一阵敲门声 外面的女人说 又理 乳液用完了你能不能出去帮我买一瓶 砰的一声 像是一块巨石砸在我的心上 未经我的允许 她就擅自将我的东西送给了别人 原来我的东西就这么不值钱 她无措地冲我解释 可她的解释又是那般苍白 她说 是她来得太急 没来得及买 我装作无所谓 眼泪却率先流下来 擦掉眼泪 我回过头去 问林又理 你喜欢孩子吗 还是你只喜欢沉念的孩子 她没回答 又是沉默 不过没关系 答案到底是什么 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将行李箱合上 从包里 拿出离婚协议 放在桌面上 签了之后 找个时间 我们去趟民政局吧 年年 很快我会把念念送走 听到她说这句话 我不耐烦地猝眉 这是你们两个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我拉着行李箱出去 陈念就在门外 看到我 浅浅笑了笑 她走上前 手自然而然地搭在林又理的手臂上 和她说话 又理 我的乳液用完了 能不能帮我去买一瓶 她说 好 他们俩的对话 过于日常 听得我心里直犯恶心 我保持着体面 拉着行李箱下楼 坐在花坛边上 缓了好一阵子 才彻底缓过来 林又理拎着车钥匙下楼 问我 需不需要 只是没等她讲完 我就拉着行李出了小区 是的 我不想听见她讲话 随手来了一辆滴士 将我送到出租屋里 这里 算得上家图四壁 简简单单的装修 只有简单的家具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我在沙发上窝了一宿 才去外面采购 林又理和我订好离婚的日期 她说她来接我 那天 她将车子停在楼下 我缓缓走下去 看着她已靠在车上等我 一如我们刚结婚那会 要立恩爱夫妻的人设 所以她每天接送我上下班 我收拾得慢 她便先去车库等我 看着我远远走来 会叮嘱我说 慢点 不会迟到 压下心脏处传来的疼痛 朝着她走去 或许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再见了 我坐在副驾时 与她一路无言 在民政局门口 她锁了车门 与我坐着 我不解的看向她 只听见她说 陪我坐一会 就五分钟 在这五分钟里 只有她问我一句 你会后悔吗 听到她的问话 我笑出声 随即回应道 临幼里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和你结婚 这是我做的最错误的决定 与她结婚 我什么好处都没有 还甘愿给她做了三年保姆 她有权有势 但我从来都没让她为我做过什么 我也没有利用她得到过什么 可我丢了一个孩子 我的孩子 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辜的小孩 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 我只觉得释然 她将我送回去 我摘下手上的婚戒 装到早已准备好的盒子里 放在她手里 临幼里 这个也还给你 她钉着手里的戒指盒 输地红了眸 那一刻 我只觉得可笑 这么多年都半分不爱 这会了又装什么 我开车门下车 朝单元楼里走去 却见她追上来 跟我说 年年 那处房子留给你 我会搬走 不用了 林幼里 我不需要 那个地方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去了 一想到陈念在那里住过 我心里就不舒服 而且我需要的哪里 仅仅是套房子 是我爸手里握着的公司 当年 他骗我签下股份转让协议 又将我从公司里踢出去 还以为林幼里能帮帮我 可他选择了不闻不问 我窝在沙发上 盯着面前的白墙 手狠狠攥起 指甲嵌入到了手心中 都没有察觉 即便是我什么都没有 日子总得过 我还不知道 从哪里下手 去解决眼下的问题 不等我反应过来 就听见敲门声 拉开门的那一瞬间 我还以为是我出现了幻觉 是与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江书彦 只是他一直待在国外 不知道怎么就回来了 他红着眸看我 半句话不讲 我往后退了一步 让他进来 打趣道 这是知道我离婚了 特意回来祝福我的 他环顾四周 眸子里的韵怒更盛 问我 林佑里呢 我将门关上 随口应道 当然是在他家里 不然还能在哪 江书彦做事要去找他 我拉住他的腕子 摇了摇头 算了 你别闹 别给我添乱 算是我求你 沈年年 你受了委屈 为什么不找我 我能给你撑腰 他语气里的心疼尽险 我的鼻子一酸 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也是这句话 让我彻底愣在了原地 这么多年 他是唯一一个 说可以为我撑腰的人 可我早习惯了一个人 江书彦将我拥入怀中 低声说道 对不起 是我不应该冲你这么吼 江书彦 是我做错了 从一开始 就错得彻底 当初江书彦说 我爸压根就是在糊弄我 让我别听 可我还是信以为真 选择与林佑礼结婚 当时 隔着手机屏幕 江书彦跟我说 沈年年 你可千万别犯傻 林佑礼他 这人心思深 你拿捏不住他 我说 没关系 我们之间都是利益 没有爱情 在屏幕那头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 沉默不语 默不作声挂断电话 发来一段文字 他是知道 我喜欢林佑礼 所以劝我谨慎再谨慎 可我依旧是 不听劝地迈进去 最终 跌入万丈深渊 江书彦住在次卧 一直陪我 他知道我手里没钱 也不敢用我妈留下的那笔 就帮我买了一些 家里用的东西 这么多年 他很照顾我 就像照顾妹妹那样 江书彦得到消息 审视有人要抛出一部分股份 恰好 那位是我妈的老朋友 他帮我约了人 陪我去与他见面 出来补妆的时候 在卫生间里撞见陈念 他看见我 证了一下 继而问我 沈年年 你知道为什么林佑里 这么多年都不爱你吗 我擦手的动作一停 回头看他 巧的是 他也正从镜子里看着我 他弯弯唇 轻笑着说道 因为你只是一个保姆 给他提供不了任何情绪价值 而我能 他讲完这句话 我没忍住笑出声 往前走了两步 站在他的面前 反问道 你能给他提供什么价值 一个年老色衰的初恋 还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或许是不知道 我会这么咄咄逼人 他彻底说不出话来 沉默了大概三秒 他才又说道 你可能不知道 你流产那天 我们撞见你了 只是又理他 话还不曾讲完 我就听见身后一声响 回过头去 是江书彦 一拳砸在了林佑里的脸上 他往后 亮枪了一下才站稳 看着他攥起的拳 我跑上前 挡在江书彦的身前 林佑里的拳头 就落在我身后 两厘米的地方 他的毛子里 充满了不可置信 我回头看他 又看了看站在不远处的陈念 将堵在心口的问题问出来 林佑里 你知道 你陪着陈念生 孩子那天 我在做什么吗 他看着我 眉头微微促起 答道 你不是去你爸那了吗 我垂眸 说了声事 随即又补充道 我不仅去了我爸家里 我还流产了 而你在陈念生孩子 陈念说 你在医院看到我了 所以林佑里 你扪心自问一下 你当时 为什么没来看看我 这下 他将在了原地 不敢相信地往后一退 结结巴巴地解释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怀孕了 现在不重要了 都不重要了 就连陈念 都知道的事情 可他不知道 明明稍微关注一下 或者查一查 就能知道事情 我遥遥看向陈念 又看了看 阿姨怀里抱着的孩子 笑了一笑 才又说道 你们看起来 才像是一家三口 我和你就只是 搭伙过日子 江书彦拥着我离开 看向林佑里时 翻了个白眼 我已靠在墙上 心里的藤范上来 缓了好一阵子 才缓过来 而后才又进了包厢 为了拿到股份 我一杯又一杯地喝酒 江书彦抓住我的手 小声劝我 可劝不住 这是我必须拿到的 临走时 我醉意上头 站都站不稳 却看见林佑里 站在门口等着我 看见我出来 伸手抓住我的腕子 而江书彦抓住我的 另一只手 林佑里跟我说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年年你原谅我 好不好 我抬头看她 用我那双 不太清明的毛子 浅浅笑了笑 说道 林佑里 我太累了 所以拜托你 别再让我看见你了 求求你 江书彦扶着我离开 我没回头 也没再去看林佑里 因为不重要了 之前的所有 都不重要了 自那天开始 林佑里开始 每天来我楼下 一坐就是一天一夜 我在楼上看着她 这些年来 我从未见过她 如此沧桑 江书彦打去我 我也没往心里去 自顾自回了房间 夜里睡得不安稳 终究还是下去了 看到我下来 她一副欣喜若狂的模样 开始跟我说 我把陈念送走了 以后就我们两个人 好不好 我们还会有孩子的 这句话让我笑了 抬起头看她 我不知道她 眸子里是什么情绪 或许是后悔 陈念生孩子 或许是后悔那天 没陪我去我爸家里 又或许 她只是在为 那个没有成型的孩子 可惜 可我不想懂了 我往后退了一步 开口道 林佑里 别再来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她伸手想抓我 我躲了一下 她的手将在空中 我曾经真的喜欢过你 很喜欢 可那是曾经了 以后如果在生意场上见到 到时候 你就把我当作是陌生人 对你对我都好 话音落地 我转身就走 林佑里开车离开的时候 我松了一口气 她没日没夜地不吃饭 在我家楼底下 我怕她晕在那 到时候 麻烦的还是我 江书彦看见开门进来的我 择了一声 还是舍不得 我没作声 降门关上 脱下大衣 挂在衣架上 江书彦敲了敲桌面上的合同 我瞥了一眼 翻开 那3%的股份 江书彦替我收购了回来 这是我进入审视集团的第一步 以前沈氏不叫沈氏 是我爸抢走之后 给她更名改姓 可这些都是我妈的东西 我不能让她落入外人手里 江书彦没正经地倚靠在桌边 冲我挑眉 不屑我 我去换衣服 请你吃饭 在路上 江书彦一直喋喋不休 从天文地里聊到诗词歌赋 我笑着跟在她身后 不言语 她就自顾自地说 话多地往外躺 回去的时候 在车库里看到了陈念 她疯了一样跑过来 还不等我反应过来 就抓住我的头发 一遍遍问我 是不是给林佑里 吃了什么迷魂药 怎么就把她赶走了 我安抚她 让她冷静 江书彦也不敢贸然 上前 怕她手里的力气伤了我 陈念双眸通红 无助地望着我 我低声说道 陈念 你这么爱林佑里 为什么没和她结婚 反倒是嫁给了别人 她说 我没那么爱她 是了 她爱的哪里是她这个人 而是她如今的权势 他们恋爱的时候 林家的掌权人 并非林佑里 是她一点一点抢过来的 一路荆棘 可就是这么难的时候 陈念选择嫁给了别人 嫁给了一个情绪不稳定 但是家里有钱的二世祖 所以陈念 是你先抛弃的她 不过她现在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我不要她了 我回头看陈念 却见她恶狠狠瞪着我 半晌我又补充道 你要 尽管自己去追 你要不放开我 江书彦会报警 不知道是她听了哪句话 就松开了我的发 正正看着我 我知道 她不容易 丈夫有家暴倾向 一开始 她想要利用林佑里 帮她脱离苦海 可后来 她又想要得到林佑里 我走向江书彦 她看着我的脑袋 轻轻揉了揉 问我 疼吗 不疼 我如此回应道 路上一路沉默 等到家之后 我突然撑不住了 累得半步都不想走 江书彦扶着我 我靠在她的肩上 低声说道 江书彦 我好累啊 她说 歇一歇也没什么 可我不能歇 我爸快要和她的情人结婚了 我用我妈留下的那笔钱 收购股份 一开始还要找到那些股东 好言相劝 他们看我年轻又是个女生 便刁难我 后来 他们找上我 愿意让我用最低的价钱收购 我知道 应当是林佑里在背后有动作 可只要她不来找我 我便不去找她 这些好意 她给我 我便收着 就在我将一切准备完全的那刻 我爸给我打电话 在电话那头 她非常虚弱 她说 年年 来见爸爸最后一面吧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她的诡计 心里打鼓 不知道真假 江书彦提议陪我去 在路上 我想了很多种可能 却没有一种可能是 我爸得了癌症 看到人的时候 我没敢信 原本胖乎乎的老头 现如今已经是皮包骨头 让人看得心酸 而这也不过才过了一年而已 我也没见到他的情人和他所谓的儿子 家里值钱的东西也已经被变卖 他躺在床上 手上打着针 家庭医生跟我说 沈小姐 沈总就想走之前 再见你一面 他说 应该把东西还给你 的确应该还给我 我妈死的那年 是我十岁生日那天 我爸出轨之后 家里便是无尽的争吵 他得了抑郁症 很严重 有时候失控 想要带我一起死 他怕伤了我 清醒的时候 他穿着婚纱 割了腕 血浆浴缸里的水染红 他用最后的意识 喊了我一声 可我没听见 那天 我爸抱着他下楼 我牵着他的手 跟他说 妈妈 你醒过来以后 要陪我过生日好不好 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他爱我爸 爱得失去自我 只剩下银河 我坐在床边 看着床上的人 低声问道 你后悔过吗 他说 不后悔 不能后悔 年年了 爸爸要去见妈妈了 听到这句话 我书弟笑了 眼眶里的眼泪 蹦出来 擦掉 又流 隔了好片刻 才低声道 他不想见你 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你了 你不要去找他 打扰他的宁静 话音未落 就见他已经合上了谋 在我的记忆里 他们相爱过 可是时间长了 不知为何 就开始有了厌倦之意 我妈嫌我爸晚上回来的晚 我爸嫌我妈炒菜嫌 一些小事就开始争吵 直到我爸出轨 我妈流产 两个人的关系 才彻底分崩离析 日子一日又一日 最终走向了互相厌倦 我妈活着的时候总说 年年啊 你以后一定要找一个 对你好的男人结婚 千万不能像妈妈一样 飞蛾扑火地爱一个人 当我记起来的时候 我已经嫁给了林佑里 原来恋爱脑也遗传啊 想到这 我笑了一笑 缓缓站起来 冲江书彦说道 不用约晨老了 我爸没了 所以一切终将回到原点 听说我爸得病之后 那人只想着多捞点 开始变卖家里值钱的东西 对他的照顾 也不尽心尽力 加上那个孩子 也不是他的 所以他决定 把所有东西给我 觉得留给谁都是留 听到律师提起的时候 我隐隐发笑 他疼爱这么多年的女人 甚至想要把全部都交付的人 却与别人生了孩子 真的可笑 最终我签了遗产继承的那份文件 回去的路上 和江书彦去超市买东西 看见远远走来的林佑里 江书彦揽住我的腰 低下头去 在我耳边说道 年年别动 我用余光 看见林佑里 看见林佑里双眼通红 那双手紧紧握紧 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两分钟 江书彦才松开我 朝着林佑里打招呼 林佑里走上前 抓住我的腕子 和我谈一谈 我看了江书彦一眼 在心里打鼓 最终点了头 我俩站在寂静的楼梯间里 一言不发 原本我想 要是再这么沉默下去 索性我扭头就走 还不等我想好 要怎么体面地离开 就听见林佑里问 我没机会了吗 我没打 只是看着他 曾经我是真的喜欢他 那种喜欢超越了 对自己的喜欢 可是那是曾经了 我低下头 轻轻一笑 说道 林佑里 那些都是曾经了 过去的便让他过去 他眸子里的光 暗淡了几分 最终直哑声 说了一个好字 我离开的时候 江书彦正站在门外等我 见我出来 似乎是松了一口气 他跟在我的身侧 一言不发 在车上也是半句话不讲 等到家门口 我想下车之际 他锁了车门 我回头看他 问他 怎么了 你考不考虑 你考不考虑 和我在一起 他不加以修饰地问句 让我震住 我直勾勾地盯着他 想从他脸上 看到一丝开玩笑的迹象 毕竟江书彦这人说话 从小就没什么正经 可是我左看右看 他皆是一本正经 半分都没有开玩笑的迹象 甚至又一次地重复道 沈年年 我喜欢你 你考不考虑 和我在一起 对不起 我垂眸 低声道 我们认识二十多年了 我对你没有任何 超出好朋友的情谊 是了 我们已经认识二十四年 认识太久太久了 爱也只是家人的那种爱 这么多年来 他对我好 我原以为是我爹不疼 又没妈 他才照顾我 从不曾想过他喜欢我 好 他如此说道 而后又轻轻一笑 我说让你等等我 可你却先结婚了 可见你是不喜欢我 车里陷入寂静 两分钟之后 他才又补充道 我走的时候 你会去送我吗 我抬头看他 拍了拍他的肩 我会去送你的 到时候你过年回来 我请你吃大餐 在他走那天 我去机场送他 看着他进了安检 我开车回到以前的高中 恰逢放学 他们追逐打闹 一如那个年纪的我们 一个女生跟在一个男生后面 与他相隔一段距离 他就低着头 跟着他的步子 一步一步往前 看到这幅场景 我好似想起年少时的我 那个时候的我怕也是如此 我跟在林佑里身后 不奢求他回头看我一眼 现在他就在我的身边 我却不再追逐他 或许有些人是注定走不到一起 在一起便是折磨 盯的一声 闹铃响了 爱情并非生活的全部 从现在起 我应当谨慎地选择 如何去生活 而不是回到过去 我得往前看啊 不能回头 过去的过不去的 都会过去的 故事二 在老公白月光离世后的第三日 我被他囚禁鱼龙 沉入汪洋大海之中 你这个心地歹毒的妇人 给我在这里 好好地向眉眉忏悔 然而 他并不知晓 我已怀上了他的骨肉 我将那张运检报告单向他展示 他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 然而 我失去之后 当他目睹我的遗体 被海水浸泡至膨胀腐烂时 他失去了理智 我的灵魂从海底的牢笼中解脱 莫名其妙地飘荡到了 傅观其的身旁 傅先生 夫人在海里已经关了一整天一夜 海水寒冷刺骨 若这样下去 夫人可能遭遇不测 助理陈生如是说 他只不过在海中待了一天一夜 而我心爱的妹妹却已涌沉海底 陈生又一次劝道 但人死不能复生 如果夫人出了什么意外 傅观其愤怒地抓起桌上的文件 猛地朝助理扔去 氧气足够他海底支撑三天 三天之内 谁若再为内毒妇求情 莫怪我无意 陈生受到攻击 愣在原地 低头沉默不语 他离开后 傅观其从怀里取出苏眉赠他的玉佩 轻轻抚摸 低声自语 妹妹 我是如此地思念你 忽然 他眼中闪过刻骨的仇恨 我已经把那个害死你的凶手 囚禁在海底陪你了 放心 我定会让他饱受折磨 为你复仇 我悬浮于半空之中 目睹傅观其对我和苏眉截然不同的态度 感到心头剧痛 原来即变成了幽魂 心痛依旧 傅观其 你再也无法伤害我 因为我已经死于你手 但苏眉明明是自我了断 为何将罪责归咎于我 半个月前 苏眉被诊断出患有急性肾衰竭 急需肾脏移植 傅家和苏家动用所有力量 四处寻找匹配的肾脏 傅观其紧握并床上苏眉的手 安抚她 眉眉 别担心 我一定能找到合适的肾源 让你继续活下去 随后便传来了 我与苏眉配型成功的消息 但我从未进行过配型测试 怎会有匹配成功的消息 温眉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自幼与继母一同欺负我 我自然不会为仇人捐献肾脏 我拒绝了手术 傅观其将我强行绑至医院 企图逼迫医生进行手术 摘除我的肾脏 她将我按在手术台上 理所应当地说 你有两个肾 给妹妹一个 你依然能活得很好 最终 在朋友的帮助下 我逃离了医院 后来我发现 自己已怀孕一个月 孩子的父亲是傅观其 我怀着最后一丝希望 带着孕检报告 回来找傅观其 我也做了另一手准备 若傅观其对我已无情感 我便与她离婚 带着孩子远走高飞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然而 傅观其连说话的机会 都没给我 就将我绑至海边 带上氧气罩 推进铁笼 沉入海底 原来在我离开期间 因为未得到我的肾脏捐献 苏梅留下一书 声称不怪我拒绝捐献 也不想让我们夫妻不和 便选择了投海自尽 我无言以对 只能将孕检单向她展示 多么希望她能看上一眼 但她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 留我一人在冰冷的海水中 突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打断了我的思绪 助理又一次推开了 总裁办公室的门 副总 苏梅小姐回来了 副官齐震惊地睁大了眼睛 你在说什么 助理再次重复 副总 苏梅小姐真的回来了 她就在楼下 副官齐立刻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我的灵魂也穿墙而过 我比副官齐更迫切地想要知道 苏梅是否真的还活着 我看到苏梅站在公司大厅里 身着一袭洁白长裙 乌黑的头发 衬得她脸色更加苍白 一副令人心疼的柔弱姿态 副官齐急不可耐地冲过去 紧紧抱住她 仿佛想要将她融入自己的身体 她的手颤抖着轻抚苏梅的脸颊 梅梅 真的是你吗 你还活着 苏梅泪眼朦胧 其哥哥 是我 我没死 我很想你 我好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两人在公司大厅中 庞若无人地紧紧拥抱了许久 苏梅告诉副官齐 她跳海后被一个捕鱼的渔夫救了 副官齐感激地说 梅梅 一定是你的善良感动了上苍 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寻死了 好吗 苏梅哽咽着说 其哥哥 我不会再寻死了 这几天我想通了 我要留在你身边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副官齐承诺道 梅梅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我冷眼旁观着两人的亲密 手不自觉地摸向我的小父 那我呢 我算什么 我的孩子又算什么 我愤怒地向他们冲去 我想要杀了这对奸夫淫妇 但无论我怎么做 都无法触碰到他们 我绝望无助地跌坐在地上 副官齐把苏梅送到医院检查身体 等待期间 助理陈生再次来到副官齐身边 小心翼翼地问 副总 既然苏梅小姐已经平安回来了 就把夫人放了吧 副官齐锐利的目光落在陈生身上 陈助理 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还是你对苏琪有其他想法 才一直为她求情 陈生避开副官齐的目光 副总 我只是担心夫人 一个女子在海底很容易遇到危险 副官齐突然冷哼一声 你可能不知道 她的水性非常好 还和朋友一起去海底探险过 当我被你关在铁笼里 水性再好 又有什么用 陈生有些不高兴地转身要走 副官齐突然叫住了她 等一下 陈生立刻停下脚步 满怀期待地等待副官齐的指示 你给看守的保镖打个电话 告诉她 如果苏琪同意给梅梅捐肾 我就放她出来 陈生立刻拿出手机 给保镖打电话 终于要结束了吗 我自嘲地想 如果副官齐发现我死了 她会为我流泪吗 但电话那头的保镖却说 副总 夫人说 即使你关她一辈子 她也不会同意给苏梅小姐捐肾的 她巴布的苏梅小姐早点死 副官齐目不可遏地咆哮 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继续将她囚禁 直到她愿意捐献肾脏为止 飘荡在半空中的我感到震惊 我明明已经不在人世 为何保镖会传达这样的话语 一旁的助理陈生开口道 副总 据我对夫人的了解 她绝不会讲出让苏梅小姐去死这样的话 是否我们之间有所误会 让我亲自去查看一下吧 副官齐突然紧抓陈生的衣领 你对她了解多少 她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女人 我茫然地凝视她 原来在她心中 我始终是这样的人 但过去你也曾亲口说过 小琪 我喜欢你的温柔 你的善良 你是最好的女人 难道那些都是虚假的吗 我的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愤怒 副官齐 你有什么权利将我囚禁 决定我的生死 在深海中慢慢窒息而死 你知道我经历了怎样的恐惧和痛苦吗 苏梅身着白色病号服 走到走廊上 声音细弱地问 其哥哥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姐姐又在生气了 她边说边泪眼朦胧 都是我的错 如果我不回来 副官齐立刻上前 小心翼翼地拥抱苏梅 梅梅 如果你不回来 我会让苏琪为你陪葬 苏梅摇头 别这样 不要伤害姐姐 毕竟她是你的妻子 是合法的副夫人 副官齐伸手擦去苏梅眼角的泪水 梅梅 你太善良了 如果不是她用计逼你出国 我怎么会娶她 父夫人的位置本就为你而设 等她同意捐胜后 我就会和她离婚 然后堂堂正正地娶你为妻 我的心已满是创伤 此刻更是像玻璃一样碎裂 泪水无法抑制地从我眼中流出 那么我这几年的付出又算是什么呢 在傅家与苏家联姻的前夕 傅家因被陷害而破产 苏梅不愿嫁入困境之中 便在母亲的协助下逃离了这场婚约 我代替她嫁给了傅官齐 并与她并肩努力 令事业蒸蒸日上 她的眼中开始有了我的一席之地 然而恰在此时 苏梅重返了我们的生活 她的归来 让我彻底败北 败得一败涂地 无论我如何努力 在她眼中 我只剩下了嫉妒与恶意 归根结底 或许是她从未真正爱过我 那晚 他们两人同床共枕 傅官齐拥抱着苏梅 两人沉睡得如此安详 而我 只能默默旁观 无法离去 我在他们的床边坐到天亮 第二天 傅官齐被电话铃声吵醒 傅总 陈助理说 您只是要将夫人释放 听到这话 傅官齐立刻清醒 我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 阻止她 我立刻就到 床上的苏梅 在傅官齐离开后 睁开了眼睛 苏琪 一个已死之人 看你还怎么与我争斗 她怎会知晓我的死讯 难道保镖是 我还未来得及深思 就被一股强大的犀利拉扯出去 被迫跟随傅官齐 与她一同乘车 不久 我们便抵达了海边 助理 陈生被两人控制 无法动弹 她大声向傅官齐呼喊 傅总 放了夫人吧 已经两天一夜了 夫人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傅官齐走到陈生面前 嘴角露出一丝讥讽 陈生 你如此关心苏琪 甚至不惜违背我的命令 究竟是为了什么 陈生说 傅总 当年夫人 与您共同创业 生活起居都在公司 为了您的订单 饮酒至未出血 难道您都忘记了吗 陈生的话 唤起了我脑海中的往事 那些日子虽然困苦 但我心中始终满怀希望 因为我爱着傅官齐 自高中起就对她心生爱慕 从她在学校递给我那件校服 帮我遮掩被月经弄脏的裤子之时 我就深深爱上了她 当我得知要代替苏梅嫁给她时 我感到无比欣喜 我愿意与她共患难 有她在身边的每一刻 我都感到幸福 但也正是这个我最深爱的男人 亲手夺走了我的生命 够了 傅官齐怒吼道 是她先背叛了我 你这么维护她 难道你也曾是她的情人 这句话让陈生一时间愣住了 过了一会儿她才辩解到 傅总 我和夫人之间是清白的 夫人不是那种人 梅妹亲眼看到 有男人从她房间里出来 难道她会说谎吗 原来她对我态度大变 是因为听了苏梅的挑拨 认为我背叛了她 傅官齐 我们相处四年 难道你对我就没有一点了解和信任吗 这样荒谬的话 你竟然信以为真 我的手轻抚着小腹 感受到一阵剧烈的疼痛 孩子 是妈妈对不起你 让你和我一起遭受这无望之灾 陈生一再保证我的清白 向傅官齐保证我绝不会做出那种事 傅官齐却只是随意地挥挥手 把她带走 以后不许她接近这里 陈生在被拖走时还在大声疾呼 要求傅官齐放了我 傅官齐的目光投向平静的海面 迈出脚步又收了回来 她问旁边的保镖 昨天她的情况如何 保镖低头回答 夫人精神很好 还一直在骂您 骂我什么 说您禽兽不如 早晚会遭到报应 傅官齐的脸上立刻露出怒容 苏琪 让我们看看 我们两个谁会先遭到报应 说完 她转身就离开了 我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我已经遭受了报应 傅官齐 爱上你就是我最大的报应 中午下班后 傅官齐急匆匆地去病房 看望苏梅 苏梅躺在病床上 面色红润 完全没有了昨天的苍白 我的爸爸和继母 坐在她的床边 三人看起来其乐融融 继母握着苏梅的手 满脸慈爱地说 妹妹这次能平安回来 真是老天保佑 苏梅表现得很乖巧 对爸爸说 爸 你不要怪姐姐了 姐姐从小就不喜欢我 她不愿意给我捐肾 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提到我 爸爸的脸上 立刻露出不悦 血缘关系如此亲近 她这么自私 完全不顾及姐妹之情 不配做我的女儿 继母及时地挤出两滴眼泪 自从嫁给你以来 我一直把小琪当作自己的女儿 没想到她这么无情 只是一个肾脏 都不愿意给妹妹 我冷眼旁观 继母的表演 当作自己的女儿 她说这种口是心非的话 不怕遭受天谴吗 小时候 每当父亲不在家 他便以我不听话为由 对我进行打骂 我对任何事物表现出喜爱 都会被她和苏梅夺走或破坏 我钟爱的羊娃娃 第二天会支离破碎地 出现在垃圾桶里 我喜欢的衣服 会突然沾上无法清洗的污点 我饲养的小狗 被他们以不听话为由 残忍地打死 听到继母的话 父亲更加愤怒 如果她继续执迷不悟 连一个肾脏都不愿意捐献 那么公司的股份 我一分也不会留给她 全部给妹妹 继母和苏梅的脸上 立刻露出无法掩饰的喜悦 呵 我的父亲 就像一个视而不见的瞎子 苏梅望向门口 语气中带着几分羞涩 齐哥哥 你来了 傅冠齐从门口走进来 爸 妈 我一直钟情的都是梅梅 她才是我心爱的人 这次之后 我不能再失去她 请你们成全我们 这样一番深情的告白 让苏梅眼中泛起了泪花 继母握着苏梅的手 放在傅冠齐的手上 说道 冠齐 我把梅梅托付给你了 父亲也严肃地点了点头 梅梅历经劫难 我尊重你们的决定 自始至终 他们都没有提及我 在他们心中 我从来都是一个 无足轻重的透明人 我应该早已习惯了这种待遇 但心中仍旧忍不住感到悲伤 父亲和继母离开后 病房里只剩下傅冠齐 她动作温柔地给苏梅喂食粥品 她从未对我展现过这样的温柔 就在这时 一个人影突然冲进来 打破了这份宁静的美好 林妍看着他们嘲讽道 真是一对渣男贱女 你们就不怕遭到报应吗 妍妍是我最好的朋友 当初我被傅冠齐 强行绑至医院割肾 正是她救了我 傅冠齐的脸色 立刻变得阴沉 林妍 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姐夫和小姨子勾搭在一起 对你们这样不知羞耻的人 我需要有什么态度 苏梅的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 一副遭受了 巨大委屈的模样 陆小姐 你误会了 我和其哥哥才是真正的恋人 林妍毫不留情地说 别在我面前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看了反胃 傅冠齐严厉地说 林妍 请你离开这里 否则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要我离开可以 你把小齐交出来 我要带小齐一起走 苏齐 她暂时不能离开 等她同意给美美捐身后 我自然会让她离开 听到这话 林妍迅速上前 狠狠地给了傅冠齐一个耳光 傅冠齐 你这个禽兽 傅冠齐的面庞上 迅速显现出一个鲜明的手印 她猛地抓住林妍的手臂 用力将她向后一甩 保安 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 妍妍 我想伸手去扶她 但我的手掌 直接穿过了她的身体 只能无力地看着她的身体 撞击在门上 林妍的身体 还未完全站直 两名保镖就迅速上前抓住她 开始将她拖拽出去 林妍大声呼喊 傅冠齐 你还算人吗 小琪都已经怀孕了 你还让她给这个白莲花捐肾 这话一出口 傅冠齐的目光顿时震动 你说什么 林妍摆脱了保镖的控制 再次大声说 小琪怀孕了 是你的孩子 傅冠齐 虎毒不食子 你连吃生都不如 看到傅冠齐脸上露出些微的迟疑 苏梅立刻插话 其哥哥 他怀的肯定不是你的孩子 你忘记了那些视频了吗 傅冠齐这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对 苏琪那么不检点 谁知道他怀的是谁的野种 傅冠齐 你这个混蛋 混蛋 我那么爱你 怎么可能还会和别人油染 听到这番话 林妍再次怒气冲冲地冲上去 狠狠给了苏梅两个耳光 你这个绿茶表 竟敢污蔑小琪 苏梅被打得躲到了傅冠齐的身后 其哥哥 就我 傅冠齐挡在了苏梅的前面 傅冠齐 小琪那么爱你 你竟然相信这个绿茶表的话 却不相信小琪 在傅冠齐的指示下 两名保镖再次控制住了林妍 傅冠齐说道 今天的事 看在苏琪的面子上 我就不追究了 至于她怀的孩子是谁的 我会查清楚的 林妍被两名保镖架着 离开了医院 我想跟上去 却无法离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背影远去 妍妍 对不起 现在还要你来 替我操心 林妍离开后 病房里只剩下苏梅轻微的唾启声 傅冠齐打算亲自去海边找我 但又不放心 她一个人在医院 于是她打电话 命令人将我从海底释放 带到医院 在傅冠齐心中 我和孩子两条生命 都比不上苏梅的一次皱眉 其实她也很重情 只是那份情从不属于我 苏梅整个人 依偎在傅冠齐的胸前 齐哥哥 如果姐姐怀的真是你的孩子 你要怎么办 傅冠齐冷冷说道 那就等她把孩子生下来 再让她给妹妹捐身 至于孩子就交给我妈来抚养 苏梅听到这个安排 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等到苏梅入睡后 傅冠齐不耐烦地看了看手表 两个小时都过去了 怎么人还没到 她又拨通了看守 我的保镖的电话 但此时电话已经无人接听 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慌乱 赶紧又拨给了助理陈生 告诉陈生她已经同意放我出来 让陈生去海边接我 挂断电话后 傅冠齐不自觉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 一根接一根地抽起来 傅冠齐很少抽烟 她现在这样 难道是在担心我 但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如果她真的担心我 怎么可能把我丢在海底两天两夜 别说氧气不足 就算氧气充足 一个正常人被关在笼子里 泡在海里那么久 也是九死一生 很快 烟雾弥漫 把病床上的苏梅呛醒了 她连连咳嗽 傅冠齐正要上前关心她 突然 电话响了 是陈生打来的 傅冠齐急忙接通电话 人带回来了吗 陈生慌张地说 傅总 夫人 死了 傅冠齐在原地愣了两秒 随即怒吼 陈生 苏琪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帮她来骗我 陈生说 傅总 我没有骗你 夫人真的死了 她的尸体都被海水泡中了 玩这种把戏 不就是想让我亲自去接她 等我到了 再好好收拾你们 傅冠齐转身就往外跑 因为太急 还撞到了墙上 但她没有停下 就连苏梅的呼喊 也没能让她停下脚步 一路上 傅冠齐连闯了三个红灯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海边 原本看守的保镖早已不见踪影 只剩下陈生一个人在笼子外守着我的遗体 傅冠齐手忙脚乱地接过钥匙 打开关着我的铁笼 我的遗体经过海水的浸泡 已经肿胀发白 几乎无法辨认 小齐 你是在故意吓我 对吧 你快醒过来 不然我真的要生气了 傅冠齐的声音颤抖 语气中充满了极度的不安和恐惧 不是流了三天的氧气吗 她怎么会死 小齐是游泳高手 还会潜水 她不可能死的 不可能 一定是你们联合起来骗我 一定是这样 傅冠齐一把抓住陈生的衣领 快说 你们把小齐藏到哪里去了 快说 陈生再次强调 傅总 夫人真的已经去世了 她胳膊上的胎迹 您还认不出来吗 傅冠齐再次看向遗体的小臂 那里确实有一个月牙形状的胎迹 泪水突然从她的眼中涌出 我飘到她的面前 凝视着她红润的眼眶 感到有些惊讶 她竟然会为我流泪 明明是她没有给我任何辩解的机会 将我沉入大海 夺走了我的生命 现在这副悲伤的样子 又是做给谁看的呢 傅冠齐将我的遗体紧紧抱在怀中 小齐 你快睁开眼睛看看我 只要你睁开眼 我就不提离婚 也不会在意你背叛我的事情 只要你醒过来 我们还像以前一样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小齐 我知道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对你发火 再也不会丢下你一个人 你快醒过来 好不好 但怀中的遗体 自然不会给她任何回应 旁边的沉生说 傅总 夫人已经去世了 傅冠齐怒吼道 她没有死 她只是生气了 所以不跟我说话 傅冠齐将我的遗体带回了家 花费巨资购买了冰床 将我的遗体安放齐上 每天她都会躺在冰床上陪我的遗体 不断地向我道歉 求我不要再生气 快点醒过来 苏梅曾来过一次 看到我面目全非的遗体 吓得尖叫不止 傅冠齐捂住她的嘴 将她赶出了门外 齐哥哥 苏齐已经死了 你这是在干什么 傅冠齐眼神凶狠地看着她 小齐只是生气了 她没有死 请你离开这里 如果小齐醒了 看到你在 会不高兴的 说完 她就把苏梅关在了门外 转身跑回我的遗体旁 小齐 我知道你不喜欢她 我以后再也不见苏梅了 你别生气了 好不好 我的灵魂飘荡在半空中 看到她这样自言自语 只觉得可笑 迟到的深情 连草戒都不如 在我离世后的第五天 林妍得知了我的死讯 她冲进来 对傅冠齐进行了一番拳打脚踢 傅冠齐 你这个不如禽兽的混蛋 你害死了小齐 我要你尝命 傅冠齐站在原地 默默承受着她的打骂 没有任何反抗 当年你家里破产 苏梅连夜逃婚 是小齐不计较这些嫁给了你 还一直鼓励你重新站起来 而你竟然为了那个这样人 害死了小齐 小齐当初在海里救了你一命 可你竟然让她死在了海里 傅冠齐你还算人吗 连狗都不如 傅冠齐突然抬头看向林妍 你说什么 当初在海里救我的是小齐 不是苏梅 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 同学们相约去海边游玩 放松心情 但傅冠齐却因为离岸边太近 被海浪卷走了 我不顾自身安危 跳入海中将她救了回来 最后因为体力不支 晕倒在沙滩上 当我再次醒来时 苏梅却告诉我 她和傅冠齐恋爱了 原来是苏梅冒领了 我这个救命恩人的名分 林妍冷笑道 你竟然以为是苏梅救了你 那个女人根本不会游泳 难道你不知道吗 林妍又狠狠地 给了她两个耳光 傅冠齐整个人 仿佛被抽走了所有力气 跌坐在地上 口中喃喃自语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林妍走到我的遗体旁 看着我已经被海水浸泡得 面目全非的身体 泪水滑落 小琪 我这就带你离开这里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放过 那个杀人凶手 林妍拿出手机 想要报警 却被傅冠齐 一把夺过手机 傅冠齐 是你害死了小琪 难道你还想逃避 法律的制裁吗 她叫来保镖 制住林妍 林妍对她大声斥责 我心急如焚地 想要上前帮助妍妍 却发现自己 无法触碰到她们 你放心 我一定会偿还小琪的债 但在那之前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只能暂时 让你委屈几天 说完 傅冠齐就命令保镖 将林妍带下去看管 我跟随他们 但下一秒 又被不由自主地 拉回到傅冠齐的身边 傅冠齐拿出手机 发送了一段视频 正是这段视频 让她认定我出轨 给她戴了绿帽子 不久后 视频鉴定结果出来了 是人为何成的 傅冠齐看着鉴定结果 痛哭起来 不停地用头撞墙 小琪 我错了 我不该不信任你 我应该去死 我应该去死 我冷眼旁观 她自残的行为 傅冠齐 你现在所感受到的 痛苦和绝望 远不及我当时 所承受的万分之一 她额头因撞击 而鲜血淋漓 走到我的遗体前 眼神中透露出 深深的恨意 小琪 所有伤害过你的人 我都不会放过他们 傅冠齐 其实伤我最深的人 就是你 她将我的遗体火化 却依旧将我的骨灰 随身携带 那晚 她抓捕了那些 看守我的保镖 经过言行逼供 他们共认 是苏梅指使他们 在氧气瓶上做手脚 原来苏梅根本就没有病 这一切 不过是她精心策划 要夺走我生命的阴谋 傅冠齐听陈生 汇报完情况后 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 然后让陈生离开 审讯室里 随后传出了 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 那些保镖 最终都死状凄惨 第二天 她制造了一场车祸 将我的父亲和继母撞死 她站在车边 看着熊熊烈火 将车辆完全吞噬 确定没有生还的可能后 才驾车离开 之后 她前往苏梅所在的医院 苏梅见到她 急切地上前拥抱她 齐哥哥 你终于来了 我这几天一直在等你 傅冠齐眼神冰冷地看着她 抱歉 让你等了这么久 苏梅没有察觉到她的异样 依旧抱着她撒娇说 齐哥哥 现在姐姐死了 没有人能阻止我们在一起了 傅冠齐说 没错 她已经死了 妹妹 你跟我去一个地方 傅冠齐带着苏梅 来到我被淹死的海边 显然 苏梅也认出了这个地方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安 齐哥哥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傅冠齐将苏梅一把推进铁笼里 然后锁上了门 齐哥哥 你这是干什么 快点放我出去 傅冠齐开始将铁笼推向大海 苏梅 你曾说在我溺水时是你救了我 但实际上你根本不会游泳 是你收买了看守的保镖 让她换了氧气瓶 害死了小齐 海水已经淹没到他们的腰部 苏梅不停地向傅冠齐求饶 我不想死 求求你放了我 求求你 傅冠齐的语气冷漠 那小齐就想死吗 你让我亲手杀了小齐和我的孩子 就算将你碎尸万段 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她用力一推 铁笼缓缓下沉 很快海水就淹没了苏梅的头顶 确定苏梅死后 傅冠齐的身体慢慢向后倒下 躺在了蔚蓝的海水里 自言自语地说 小齐 现在所有伤害你的人都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你能原谅我这一次吗 不能 我希望来生再也不要遇见你 傅冠齐留下了遗书 将公司的财产 全部以我的名义捐赠给了慈善事业 他请求林言 将他的骨灰与我的骨灰合葬在一起 林言将我安葬在全是风水最佳的墓地 然后 他将傅冠齐和苏梅的遗体火化后 将他们的骨灰混在一起 洒在了乱葬岗上 渣男贱女 生生世世锁在一起 来生也别想再祸害小齐 燕燕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来生我们还做最好的闺蜜 一阵风吹过 我的灵魂在风中彻底消散了